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叶凡收到一部分款后 让许穷帮忙在宁静的地段买下一栋有些陈旧的别墅 他回来了 自然也要生活 需要一个少受人打扰的环境 今天要买一些日用品 许叶这丫头呢自够奋勇 跟随他父母一起来为叶凡帮忙挑选东西 叶凡带着小松出行 没过一会儿就被数次拦住了 许多人问他 见头那浑身紫光溢溢的小东西是什么玩意儿 不胜其烦 有人说要举报 说他私自豢养 濒临绝种的动物 这种奇争该上报国家小心的保护起来 这一天下来 真让叶凡有点疲于应付 还真有人同情心泛滥 电话报警 要求拯救 濒临灭绝的物种 一切终于平静了下来 叶凡在这栋陈旧的老别墅内 刻下阵纹 取出一颗碧尘珠 使之明静了起来 而小松也终于解脱了 但多少还是有些怕叶凡 怯怯的看着他 小歇意义的拨开一个针子 用一对小爪子 举着裹人 仰着头 讨好的递给他 黑宝石一样的大眼 很纯净 叶凡摸了摸他的头 你不用怕我 人活着就是要自在 不要为自己带上枷锁 如果觉得不习惯 我可以送你回藏区 继续无忧无虑 他不知道为何 有时候觉得小家伙很可怜 他这种纯真 以及懵懂无知 还有怯弱 是内心最深处的某种体现 对命运充满了敬畏 小松似懂非懂 不过总算放松了一些 一边偷偷的瓢叶凡 一边乖乖的坐在那里拨针子 放在一个小碟盘里 以前什么样 现在还什么样 不用怕 这个给你 叶凡取出一枚赤月果 壮弱弯月 通体赤红晶莹 倾向扑鼻 咕噜噜的 紫色小东西的大眼睛 顿时亮了起来 转个不停 小心翼翼的问 真的给他吗 自然是真的 以后不要拘谨 我是你的师父 你可以把我当做亲人 叶凡 叶凡安慰 他内心深处的不安 终于消失了 一下子活泼了起来 抱着吃月果滚来滚去 没心没肺的傻笑 单纯的样子 竟有些让人心疼 呛的一声 叶凡 斩下一小块大罗银精 千锤百裂 以自身道行锻造 终于筑成一个银铃 它体积不大 行似一口小钟 唯一的区别 是内部吊着的东西 用以撞击出声音 它很用心 大罗银精 为银钟笔 只有一个指节那么大 而后将小师佛画小 敛成了钟摆 将其置于内部 紫色的小东西 自幼与小师佛相伴 早有了感情 而今叶凡 为他炼成这样一个宝贝 且教他如何收进体内 自然十分的开心 不要说是在地球 就是在北斗星域 这件宝贝都是精始神针 以大罗银精筑灵 以神秘莫测的小师佛为当 举世无双 如水的月花洒落 小松吐出宝贝 立在窗前 借助铃铛的佛光 引动月光进行修行 他很有灵性 虽然单纯 但是却知晓这样修行的好处 很有毅力 每晚都不会浪费时间 叶凡没有拔苗助长 而以他的道行来说呢 想让他土匪猛进 并不是男婶 可他却没有那样做 修行之路 需要一步一步去走 倒机要扎实 这是根本 不然后期会有大麻烦 万丈高楼 可能会因地积而于一夜间崩塌 他所能做的就是引路 传法 修炼还要靠小家伙本身 今夜 我传你一段妖地古经 叶凡 曾与庞博论法 比较古经 对于清帝经文知晓不少 他结合道经 以及妖地的经文 针对性的为小家伙 创立一步法 可以说 法一成 当即就引动了雷鸣 大道有感 这步法不弱任何妖精 岂不很高 日后 就看你自己了 不得不说 紫色的小东西 灵性极高 牢牢地记在心中 很快就能对照此法 调动起自己的道行 很快 印度那边就有了消息 几位上师回去后 详细禀报 那位一百九十多岁的老僧洞容 与另外两位同辈人相约 将一起东来 杨芝玉宝平的竞拍 引出了高潮 印度的上师拍回去两块 此后 接连三块碎片 都被一个年轻人拍走 佛教的上师出手 自然让杨芝玉宝平 更富神秘色彩了 许多收藏家都不做设想了 这根本不可能集权 太昂贵了 难以组成一个圆满宝平 而今都已能拥有一块为荣 叶芬自语 也好 就一宝瓶碎片试试 看能否引出一些人 时间可以让一切变淡 这么多天过去 叶芬心中的伤悲还在 但却不似过去那样 沉浸其中不能自拔 这些天以来 他常常会泡上一杯绿茶 闲来送黄亭 寂寞读南华 心中渐渐空明 常在夜晚仰望星空 斩道 他知道为时不远了 如果他愿意 也许随时可以迈进去 可是近来大起大落 心境宁静后 他突然觉得 磨灭掉心中的执念 那也不是他的道 无论星空这一边的 还是彼岸的 我都不会占掉 哪怕 只是遗忘一段时间都不行 他虽然回来了 可是父母却不在了 心中的执念更甚了 而在星空的另一端 那么多的古人 那么多往事 也难以忘怀 可却回不去了 占掉任何一周 我都可以立刻迈进仙三 但我不会那么做 叶凡摇头 他的执念太多了 说斩道容易 只要选择一条 坚定的斩灭 踏出自己的道就可以了 说斩道难 那是因为他不想那样做 他要全部解开 让心境平和 可这样做 等若再摸灭掉己身 我全都要记住 他坚定了目光 他知道了自己这一关 会遇到什么 将不同于任何人 天斩人道 而他却要逆行而上 与之相抗 他想反斩 阻挡自己的大道 这是一条逆式的 不是等你来斩我 还是我要逆斩掉你 叶凡很平静 在说这些话语时 没有什么情绪起伏 没有什么慷慨激昂 寂寞读南华 闲来送黄庭 近日来 他心中一片平和 他深知这样做的后果 成功的话 他的道将无比宽阔 胜过他人 失败的话 那么斩掉的就将是 他自己 斩道 斩道 也许这样做 才是真正的斩道 不斩挡自己前的大道 怎么配用这名字呢 地球 难以改应到大道 本就是一个 难以修行的地方 比之天地未变 前的北斗还艰难 不过 却有一个好处 一旦道横精紧那么 也肯定是惊人的 就如同北斗的人族 圣人无比强大 让太古年间 活下来的祖王颤礼一样 而今 叶凡选择了 这样一条不同的 不突破则已 一旦突破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逆斩大道 一定会震撼古今 需要自己走 也许会一朝成结晖 可若是闯过去 也许会看到 从未有过的风景 一杯绿茶 清香悠悠 飘散开来 叶凡立身窗前 看向远方 来者推荐 来者推荐